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由于前代诸多直屏中,高端手机的销量浅佳 很多手机品牌都取消了原本设定的打造高端直屏的计划 所以,对于喜欢直屏的小伙伴来说 即将发布的小米13标准版 以及iQ11标准版这两款机型就显得弥足珍贵 因为它们是目前已知在近期发布的手机中 为二两款采用直屏设计的中高端骁龙8G2机型 那么这两款机型的配置都是怎么样的 大家又该如何选择呢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前瞻对比 接下来Tiger会从目前已经被曝光的外观设计 屏幕、摄像头配置等等多个方面进行客观对比 老规矩,先盘外观 外观、ID、设计对比各有千秋 小米小巧精致,iQ11辨识度极高 但塑料指甲依旧明显 这两款机型的外观设计已经被诸多数码博主爆料 我们直接来上图进行对比 其中iQ11位真机实拍 小米13位高清渲染图 两指的真实度都非常高 两款机器虽然在正面都采用了直屏的形态 但是在整机的设计上却拥有完全迥异的风格 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 小米13采用的是类似于iPhone的直角边框设计 后壳则采用纯色设计 服以银白色的摄像头模组待口 整机看上去非常的简约 同时确实和iPhone系列产品有些许的类似 看上去比较精致 中庸 iQ11则并未采用直角边框的设计 而是采用了安卓机型常见的背部微曲的设计 在整体CMF设计方面 则依旧延续了iQ自家的风格 整个摄像头区域的面积 相比于前代进一步增加 辨识度极高的三条纹的传奇配色 也依旧得到继承 不过 根据实机图我们可以看到 iQ11依旧保留了祖传的屏幕塑料支架 这对于其正面颜值的影响非常大 看上去会显得较为联奖 根据微博产品经理戈兰在社交媒体上的答复 iQ11之所以保留屏幕支架 是为了保护屏幕以及屏幕压杆 考虑到iQ11的定位式游戏手机 戈兰的这个解释倒也能够让人接受 包括黑商 ROG在内的诸多游戏手机 均配备了明显的塑料支架 至于小米13标准版 将会采用无屏幕支架设计 正面的颜值会比较不错 另外 小米13的屏幕尺寸为6.34英寸 整体握持体验和6.1英寸的iPhone类似 而iQ11则为6.78英寸 属于大屏机型 接下来 我们看屏幕 屏幕对比 iQ11完胜 三星2KU和三星1080T16 iQ优势明显 iQ11 三星06 2K分辨率 144Hz刷新率 支持1440Hz PWM调光 支持屏幕压感 支持高规格屏幕触控采样率等 小米13 三星16FHD加 120Hz刷新率 支持1920Hz PWM调光 在屏幕方面 iQ11的综合优势非常明显 2K分辨率 144Hz刷新率 支持屏幕压感等等 其综合参数明显强于小米13 达到目前安卓手机市场的一流水平 而小米13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 其将会搭载三星16FHD加分辨率的直屏 而并非此前大家所猜测的 1.5K中国产屏 并且 还将会支持1920Hz的高频PWM调光 考虑到Vivo X90 Pro Plus 所搭载的那块三星16屏 仅支持1440Hz PWM调光 小米的这块屏幕可能是特别定制的 小米13的这块屏幕 可能会让大家有所失望 不过从中国产1.5K屏 换装三星16FHD加屏 并非完全不可接受 三星屏在亮度上会有所提升 PPI虽然下降 但是考虑到小屏的形态 即对于内容显示精度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 看完外观 我们看影响 后摄对比 不相上下 iQ11 三星智能5加13MP加8MP 后置三摄组合 配备Vivo VR芯片 主摄规格为1.5七分之一英寸 小米13 IMX866加50MP 三星智能 1加5MP 镜头 配备小米CRNSP芯片 主摄规格为1.5六分之一英寸 在摄像头的配置方 iQ11和小米13的综合水准很接近 主摄均为一枚IMX766G的Sensor 相比于前代的进步并不明显 小米13 虽然还拥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复射 但是其规格也就只有2.76分之一英寸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双大点 再来看核心性能 性能配置 基本一致 均为骁龙8G2 iQ11和小米13都将采用骁龙8G2 加入FX4.0加LPDDR5X的核心套件 目前一只小米13全系都会采用该配置 不存在低配机型阉割的问题 而iQ11会不会效仿Vivo X90在低配版机型上进行一定的阉割 目前还尚不明了 续航方面 电池快充 iQ11 5000毫安时加120瓦快充 不支持无限快充 小米13 4800毫安时加67瓦加50瓦 在电池及快充方面 两款机型也是各有千秋 iQ11作为准游戏手机 更在意电池容量及快充速度 而小米13作为中庸水桶机 更在意功能的丰富度 并无特别的好坏之分 最后看一下其他配置 其他配置 iQ11 双扬声器 线性马达 NFC 红外遥控 不支持IP68 小米13 双扬声器 线性马达 NFC 红外遥控 支持IP68 在细节配置上 小米13相比于iQ11最大的优势 再多支持了IP68防尘防水 这也是小米数字标准版 首次支持IP68防尘防水 以上就是关于小米13标准版 和微博iQ11标准版的前瞻对比 之前iQ官宣新旗舰时 许多小伙伴就在问 小米怎么做得住的啊 紧急 小米终于官方宣布 将于12月1日 发布小米13和小米13perl 比隔壁iQ还早一天 那么问题来了 两款产品很快就要相继亮相了 大家更看好哪款产品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